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著名的《戒子书》就是诸葛亮写给儿子诸葛瞻的一封传世家书 这封家书仅有短短86个字 却对维学做人有着精简而且具体的忠告 那么诸葛亮的《戒子书》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智慧 又能给予今天的父母们哪些启发呢 《百家讲坛》特邀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张志军先生 与我们一起谈古今 说家教 向古人学家教第六集《诸葛亮的教子智慧》 一提到诸葛亮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肯定都是耳熟能详的 由于包括但不限于小说《三国演义》等的渲染 诸葛亮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 兼致成了神一样的存在 那么实际上呢 诸葛亮也是一个人 既然是一个人呢 他肯定也有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诸葛亮那不平凡的一生的话呢 我选一个关键词叫做痛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啊 至少有两个追心之痛 第一个追心之痛呢 我把它概括叫做上亲之痛 据相关史料记载啊 三岁那年诸葛亮死了母亲 八岁那年呢死了父亲 换句话说呢 从八岁那年开始 诸葛亮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长大以后呢 他凭借自己的努力 成了当时三分天下的蜀汉帝国的军师丞相五相侯 应当说呢 按照一个世俗的眼光 诸葛亮在当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但是我想啊 每逢五夜梦回 这种 很早就失去父母的痛苦啊 应当说伴随了诸葛亮的一生 那么诸葛亮一生的第二个追心之痛呢 就是五指之痛 至少在四十五周岁以前 诸葛亮是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的 他为了这个继承自己的香火呢 曾经将他哥哥的儿子呢 过继到自己的名下 好在呢 天佑善人 四十六周岁那年 诸葛亮的家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老来得子啊 应当说诸葛亮呢 是欣喜若狂的 他亲自给自己的儿子呢 起名叫诸葛瞻 自私远 那么由于诸葛亮对这个儿子呢 呵护被治 所以诸葛亮的这个儿子 诸葛瞻呢 应当说很小的时候 就表现了过人的聪明才智 那么在诸葛瞻成长的这个过程中 诸葛亮可以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对于儿子呢 这个所进行的家庭教育 主要体现在三方书信上 今天呢 我们就来与观众朋友一起分享 这三方书信中的两封 第一方书信呢 写于公元二百三十四年 当时呢 正是诸葛亮荣马空冢之计 这方书信呢 不是直接写给他的儿子诸葛瞻的 而是写给他的哥哥诸葛锦的 这方写给兄长的书信里面呢 诸葛亮有一段话提到了 对于他的儿子的一些期望 这段话是这样的 说瞻年已八岁 充慧可爱 贤妻找成 恐读为重器儿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呢 大意就是说呀 说这个我那个儿子诸葛瞻啊 今年已经拔岁了 聪明智慧呢 又可爱 但是呢 我担心他过于少年早成 恐怕难以成为国家的重器 这段话呢 应当说是饱含了一个父亲啊 对一个儿子 这样的一种深情 其中呢 也透露出这个难得的这种冷静 这种冷静呢 其实也饱含了这个某种意义上的这种家庭教育的这种智慧 我想看了这段话呢 最深刻的体会有一点 这一点呢 就是对于少年早成或者早会呢 应当做辩证的解读 我想任何一个家庭啊 如果有一个少年早成的儿子或女儿当父母的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在高兴之余呢 可能也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对于这些少年早成的所谓的神童 开展相关的家庭教育 那么诸葛亮这里边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那就是贤妻早成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问了 说这个诸葛亮是不是在这有点矫情啊 说这个为什么儿子已经很智慧很聪明了 很早就已经表现出这种聪明了 那当父亲呢 为什么会这样冷静呢 而且还说出了贤妻早成 孔难为众妻儿这样的话呢 我想啊 这里边可能至少透露出 这个诸葛亮作为一个智者 他的一种对于儿子未来不确定性的几种思考 换句话说呢 就是在诸葛亮这样的智者看来 一个未常年人过于少年早成呢 可能有以下几种不确定性 那么第一种不确定性呢 就是早成啊 往往是和早腰 腰折的腰联系在一起的 这么说呢 虽然没有一定的这个科学依据 但是呢 还是有实实在在的史料呢 做支撑的 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叫曹聪 这个人呢 和诸葛亮几乎是同时代的人 他是曹操的儿子 曹聪呢 据相关史料记载啊 说生五六岁 他的智慧呢 就已经和成年人一样了 换句话说呢 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啊 就已经这个远远地超越 他同年龄的人 提到曹聪呢 可能有的朋友马上就想到了 一个历史故事 叫做曹聪称相 这个故事呢 说的是 当时葛聪一方的东吴的孙权啊 派人给曹聪的父亲曹操呢 送来了一头大象 且说这个曹操啊 他看到了这个 这头大象之后呢 觉得很稀罕 于是呢 就随口说了一句 说你们给我称一称 这头大象究竟有多重 曹操说了这一句话之后呢 没想到这个任务呢 说起来就是一句话 在当时呢 却是几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最简单来说就是 当时呢 没有发明这种 能够一次性 就称量这头大象 重量的度量衡工具 那怎么办呢 曹操对这些属下 绞尽脑子一筹莫展 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曹聪 这个眉头一皱呢 记上心来 他让人找来一条空船 然后呢 让人把这头大象呢 迁到了船上 让人看一下 这条船啊 在河水里边 它的吃水线在什么地方 然后在船上 做上了标记 再让人把这头大象 从船上迁下来 然后在船上呢 装上了同等吃水线的碎石头 再把这些碎石头 卸下来呢 分块计量 最后累积起来呢 得到了这堆碎石头的重量 实际上也就是 这头大象的重量 这说起来呢 好像很容易 但实际上呢 这已经非常接近于 我们今天的物理学中 经常提到的一个定律 叫阿基米德福利定律 在三国时代啊 就公元200年左右的时候 年幼的曹冲 就能有这样的智慧 这个确实呢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孩 所以据专家考证说 如果曹冲不死的话呢 不是很早就去世的话 那么曹操很有可能 把自己的接班人 选定为曹冲 而不是后来的曹批 这是少年早成者的 第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第二个不确定性呢 就是有可能啊 会招致别人的羡慕嫉妒恨 那么周不宜 是与曹冲同时代的人 也是曹冲的一个好朋友 这个人呢 据相关史料记载啊 就是当他还是在婴儿的时候 就已经表现出了 非常过人的那种才智 那么稍微长大到少年左右的时候呢 他可以说是允文允武 就是文武全才 在文的这一方面呢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白雀妇 当时呢是利亚群雄的 在文学批评方面 他曾经写过文论四首 在当时也是广为流传的 那么在军事毛料方面呢 大家都知道 曹操呢 曾经率领一支军队啊 远征乌环 就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 远征乌环的过程中 攻打一个很有名的城市 叫柳城 这个柳城非常难打 曹操率领部队啊 打了很长时间没有打下来 就是这个州部一样 陷上了攻城实略 最后呢帮助曹操顺利的 攻打下了柳城 这个曹操啊 应当说是非常喜欢周部一的 曾经呢 打算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下架给周部一 但是被周部一呢 蜿蜒谢绝了 就是这样一个少年早成的天才 曹操死了之后呢 曹操因为所谓的羡慕嫉妒恨呢 下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派人去把周部一给杀掉 曹操的这一做法啊 当时连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曹丕 都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 他就向他老爸求情 说你看这个周部一呢 跟这个曹操啊 也是好朋友 干嘛不能留他一条性命呢 曹操呢 非常意味深长的 看了一下这个曹丕 然后对他说 说我之所以要杀掉这个周部一啊 完全是为了你 因为我估计我预测 一旦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很有可能就挟制不了他 那么少年早成者还有一个负面的不确定性 是什么呢 就是很有可能啊 会导致他的亲生父母 对早成者的智慧和知识呢 进行过度的开发 很多人都读过一篇文章 叫做《桑仲勇》 作者呢 是宋代的政治家王安石 这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呢 说在北宋时代啊 有一个很有名的神童 叫做方仲勇 这个人呢 他原本是出身于一个农家 家里边几代都是农民 从来没读过书 五岁以前他一个大字不识 但是五岁那年呢 突然有一天就开窍了 向家人要来执笔 然后呢立刻赴诗一首 还写得非常像模像样 这个当时这个乡林啊 就叹为官子 但是呢 非常遗憾的是 差不多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方仲勇 竟然是泯然众人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和一般的人没什么区别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原因有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 很可能就是 他的父母啊 对这个孩子呢 进行了过度的开发 其实相关的史料呢 也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说 这个孩子展示出来 过人的聪明才智之后呢 他的父母就四处带着他呀 整天呢就奔走于这个 这个四处展示自己才艺的 这个过程中 就批于放电 从来不考虑自己孩子的充电 所以最后呢 宋代那位非常有名的政治家 文学家 王安石先生呢 忍不住就写了那篇 非常有名的文章 叫做《商众勇》 那么我想啊 正是有感于包括 或但不限于曹冲 周不仪等人的相关经历呢 或者叫教训 诸葛亮才在写给自己 兄长的这方信里边 非常意味深长的 提出了他自己的这个隐忧 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呢 过于少年早成 应当说呢 这个 诸葛亮的这种隐忧啊 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父母来说呢 也是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 我想呢 如果把父母们分成两类 一类呢 是自己的孩子呢 确实是早成者 还有一类呢 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少年早成 那么对于这两类中国父母呢 我想我有分别以下 这么两点建议 对于前者 就是已经少年早成者呢 我的一个建议是 尽量呢 不要把这个自己的孩子 这种少年早成啊 当成一种炫耀的资本 然后四处去炫耀 从而呢 这个牺牲掉了 这些孩子们 宝贵的充电时间 过早的将它暴露在 这个所谓大众传媒的聚光灯下 这样呢 很有可能造成这些孩子 童年的消失 同时呢 也可能 使他们 过早的进入了 他们不应该进入的 成人世界 那么对于后一种中国父母 就是说 没有早成的孩子 但是非常渴望自己的孩子 少年早成 这样的父母 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 人生啊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如果你想把它比成 一场比赛的话呢 它不是一场短跑 而应当是一种马拉松 其实想要起跑的话 随时都有起跑点 不一定在乎这个最早起跑的时候 跑得是不是很快 这是诸葛亮写给他的兄长的这方信里边体现出的 家庭教育智慧 那么除了写给兄长的这方书信以外呢 诸葛亮其实还给自己的儿子啊 直接写过两方家书 这两方家书都直接谈到了 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 限于时间 我们重点来说 第一方家书 这方家书的名字叫做戒子书 原文是这样的 说 服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非淡薄无以明智 非宁静 无以置眼 服学习静也 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 非智无以成学 淫漫则不能立经 显照则不能野性 年于时辞 亦于日去 遂成枯落 多不皆次 卑手穷炉 将复何吉 这方书信啊 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家教里边的名篇 大义是这样的 就是说 君子啊 为人处事的时候呢 应当怎么做呢 是以静修身 以简养德 不淡薄呢 就不能表明自己的志向 不宁静呢 就不能达到远大的目标 学习呢 需要静下心来 才能需要学习方能获得 不学习啊 就不能增广自己的才干 没有志气呢 就不能达到学习的目标 那么过于松懈懈怠呢 就不能砥研精神 那么冒险急躁呢 则不能陶冒险性情 时间啊 一点一点的消失 你的意志呢 也有可能 一点一点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流走 这种人啊 就像秋天枯萎的落叶一样 他们的表现呢 是大多呢 不与外界事物接触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 很悲哀的守在自己的卢舍之中 这样的人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呢 还能做什么呢 大义就是这样 借字书是诸葛亮54岁临终前 写给八岁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 诸葛亮通过智慧理性 简练严谨的文字 劝勉儿子勤学励志 修身养性 既表达了他深切的爱此之情 也是他一生处世立身的智慧结晶 那么诸葛亮对于儿子的这些阴影教诲 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那么这封书信啊 我觉得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仔细想来呢 至少有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点启示呢 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啊 低调的重要性 所谓低调呢 就是谦虚谨慎不张扬 这个人生啊 有的时候是需要低调的 长期的低调或者终生的低调 这样的人很少 但是呢不是没有 比如说和诸葛亮同时代的一个人 名叫司马德超 这个人呢就是这样的人 司马德超呢 原本本名叫做司马辉 号呢是水静 应当说呢 这个人 他的聪明师 那么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呢 首任董事长当然是刘备了 那么最早向刘备推荐 他的首席执行官的是谁呢 就是这位司马德超先生 名如其人 正像他的这个名字 所体验出那样 既有品德又有超行 他一直啊 就是一生都非常低调 我举几个小故事 就相关史料记载 有一次呢 他所在那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 就是荆州牧 刘表有一个儿子 小儿子叫刘虫 带领一群手下呢 前呼后拥的前去拜访司马德超 因为当时他已经很有名气了 但是到了司马德超家呢 司马德超当时正在 自己家的小院里边干农活 也是灰头土脸的 刘虫的手下呢 并不认识司马德超 以为他是一个下人 就对他呼来喝去的 司马德超呢 当时毫不在意 后来双方见了面之后啊 发现这位被他们呼来喝去的 所谓的下人呢 就是这位大名是司马辉 所以刘虫也好 他的手下也好 都非常不好意思 然后就向司马德超 这个请罪 司马德超呢 非常大度的原谅了他们 如果说这件事呢 这个还只是说明 他和当权者的这种 这个平和的这个心态 那么另外一件事呢 实际就说明司马德超啊 当时他对待任何人 其实都是这个非常平和的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这个故事说的是啊 有一次司马德超的 有一个邻居 他们家丢了一头猪 这个邻居啊 非常偏执的认为 这头猪跑到了 司马德超家的这个猪圈里边 然后就不讲道理的 就到司马德超家的 这个猪圈里抓了一头猪 但是说来也巧 几天以后呢 他丢的那头猪回来了 这件事呢 古人也是直错就改的 这个邻居啊 就马上到司马德超家 来请罪来了 这种情况下呢 司马德超其实有很多选项 但是呢 他最终呢 还是选择这个非常平和的 原谅了这个邻居 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啊 非常多 就是孔子曾经说过 说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我觉得这句话 在司马德超身上啊 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所以这个 在当时啊 人们给司马德超 起了一个绰号 叫做好好先生 就是他不管什么事情 都以非常平和 低调的那种心态来对待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人呢 是形形色色的 像司马德超这样 终生都保持低调的 毕竟是少数 有些人呢 也低调 但不是一事 而是一时 比如说最有名的 就是那位明太祖 朱元璋 朱元璋本人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低调的人 如果要低调 他就会在黄厥寺 一直当小和尚了 不会起兵反抗元朝了 但是在他生命中的 很重要的一段呢 他却一直刻意保持低调 这是哪一段呢 就是他起兵反抗元朝以后 和正式建立明朝之前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他接受手下有一个谋士啊 叫做朱生的建议 就是采取了九个字的方针 拿九个字呢 叫做高筑强 广积粮缓称王 就是基于这种一时的低调呢 朱元璋啊 最终这个扫灭了群雄 覆灭了这个原帝国 创建了大明王朝 所以这个诸葛亮呢 其实本人啊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非常懂得这种低调的人 这种低调呢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中国父母来说呢 也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我想这个当父母的呢 应当率先垂饭 就是自己啊 给孩子做这样一个榜样 什么样的榜样呢 就是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 那么这是这方书信 给我们的第一点启示 第二点启示呢 我想就是要充分的认识到啊 急躁的危害性 急躁呢 是一种性格 性格呢 有的时候可能会决定人的命运 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 想必都知道 这个张飞这个人 张飞呢 是三国演义里边啊 这个蜀汉帝国的五虎上将之一 这个人呢 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 无论是在演艺小说和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呢 他都是一个非常有水平的人 就是所谓的能文能武 他绝对不仅仅是一介五夫 据说他画的一首非常好的公笔四女画 而且他的书法呢 也自成一家 在这个行军打仗方面呢 他确实是有所谓的万夫不当之用 在那场非常有名的长板坡之战中啊 他曾经率领手下的不到三十个骑兵 然后呢 聚水断桥 一声断鹤呢 下退了曹操手下 号称天下最精锐的五千名虎豹记 这个张和呀 是曹操手下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 这个人呢 曾经不止一次的打败过 这个刘备及其手下的军队 就是诸葛亮曾经都是张和手下的败将 迫使诸葛亮呢 不得不挥泪斩马术 就是这样一个人呢 也曾经被张飞打败过 据史料记载啊 在一个名叫荡渠的地方呢 张飞曾经大败过张和 我想讲述这些 就是想说明呢 张飞这个人呀 确实是 允文允武的 非常有水平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呀 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正是这个缺点呢 最终导致他死于非命 什么缺点呢 就是性格非常急躁 这个据相关史料记载啊 有一次这个林要出征之前 他因为一点非常小的事情呢 就狠狠地鞭打了两个手下 然后打完了之后呢 还跟他们说 说全且记一下你们的向上人头 第二天呢 留作这个行军 这个记旗之用 这两个手下呢 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当天晚上呢 就这个趁张飞 这个喝得鸣顶大醉之际呢 就把他的人头 搁下来 拿到这个敌方的阵人 去请宫去了 所以这个应当说呢 张飞啊 这样一个有本事的人 最终却因为性格急躁 而死于非命 确实我们今天想来啊 也引不住为之这个开探 那么张良呢 是另外一位这个张姓历史名人 此人呢 大家都知道 是西汉帝国的开国元巡之一 没有投奔刘邦之前啊 据相关史料记载呢 有一天张良 在一个名叫夏批的 这个地方的一座桥上呢 散步 这个正散步的时候呢 对面来了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熟视张良良久 然后呢 突然啪的一声 就把自己脚上穿的鞋 就丢到桥下了 然后很不礼貌的 对张良说 小子你下到桥下 把鞋替我取上来 然后给我穿到我的脚上 这个张良 当时听了这个老头 说的这些话呀 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 冲上去胖咒这个老头一顿 当然他一下就忍住了 为什么忍住了 因为那个老头年纪已经很大了 而且呢 还长得有几分先锋道骨 所以张良想了想呢 就下到桥下 把那个鞋子剪上了 给老头穿上了 这个目睹张良 这一连串的行动呢 那老头啥都没说 只是暗暗点了头 最后给他穿完鞋之后 他才说了一句 他说这个如之可教 说五天以后吧 你早一点到这个地方来 我有好东西要交给你 张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五天以后呢 他自认为很早的时候 就来到了这个约会的地点 但来到之后呢 他很悲催地发现呢 那个老头比他来得早 见这个张良比自己来得晚 那个老头呢 就立刻臭骂了张良一顿 大一是说哪有样这个一个长者 在这等你的道理 说这次我没有任何东西给你 你要想要好东西的话 再过五天 再到这个地方来见面 又过了五天呢 张良这个又很悲剧地 重演了五天以前的那一幕 因为他又比老头来晚了 所以又约定了一下说 再给你一次结会 再过五天 还到这个地方 最后这一次呢 这个张良一咬牙一跺脚 吃完晚饭呢 也没休息 就直接来到这个地方 这一次呢 他终于这个占了一个仙 他来到之后不久呢 那个老者也这个来到了 到了之后呢 就给了张良一本兵书 这本兵书呢 就是后来大家都熟知的 叫《太公兵法》 而这个老头呢 据相关这个史料记载呢 他有一个名叫黄师公 这位黄师公老人 为什么屡次三番的羞辱张良呢 在我看来啊 这个黄师公老人 之所以屡次三番的责辱张良呢 可能不排除啊 想要打磨掉张良的性格中 急躁的那些成分 这个不排除这样的 这个因素在内 这个据相关史料记载啊 张良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性格呢 是非常急躁的 绝对不是后来展现出来 那种温良公俭让的 那种那个面目 肯定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所谓这个 薄浪杀之机的 这个暗杀故事 这个故事说的是呢 就是张良在早年啊 他因为他是六国的贵族之后 这个不满或者是奋于 这个秦始皇扫灭了六国 他就收买了一个这个大力士 然后和这个大力士一起呢 精心策划了一次 对秦始皇的暗杀行动 在一个薄浪杀的那个地方 那个大力士呢 用一百多斤重的大铁锤 这个袭击秦始皇 虽然这次暗杀行动 没有真正成功 只是击中了秦始皇的副车 但是秦始皇呢 确实当时非常愤怒 立刻呢 画影图形 大索天下 应当说呢 我分析啊 黄世公老人呢 可能从某种特殊的渠道 直到了张良就是这样一个人 同时呢 他又看到张良这个人呢 又有很有天分 很有天赋 那么他就想 是不是通过这一系列的 这个举措 看一看能不能打磨掉 他的那种极道的性格 果然呢 这个张良也确实 通过这一系列的打磨呢 将自己这个性格中 比较急躁的那一部分呢 尽可能的都打磨掉了 所以在后来投奔刘邦以后啊 他和陈平等人呢 屡屡在刘邦振动的情况下 能够这个平息刘邦的怒火 帮助刘邦呢 尽可能的寻找 尽可能多的同盟者 解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最后呢 通过十面埋伏 在该下一站呢 就是打败项羽 最后成就了 大汉四百年的天下 那么张飞和张良啊 这一反一正 两方面的教训与经验啊 我想应当说 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写给 自己儿子的这封书信里边 他语重心长地 告诫自己的儿子 就是说 显照则不能也信 作为愤世集祖的竹林名士 吉康会为儿子选择哪些人生榜样 一生放浪心海的他 留下怎样出人意料的家训 静静关注向古人学家教职 奋清吉康的家训 古代家训 大都浓缩了 做着毕生的生活经历 人生智慧 不仅他的子孙可以从中火灭 金人如来 也大有可借鉴之处 诸葛亮的借此书 可谓是一篇 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 文章短小精悍 都来发人深信 因此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们 修身励志的明天 真正的智慧 可以超越时空 历久迷心 那么从这封书信中 我们还能够得到哪些启示呢 那么这封书信呢 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呢 就是要充分地认识到 时间的单向流动的性质 并且尽可能的想方设法呢 对时间进行必要的科学管理 时间啊 是一种客观存在 它具有单向流动 一去而不复返的这种性质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 时间的这种属性 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呢 中国古代的这个历朝历代的名人呢 就想方设法呢 对时间进行必要的管理 其实诸葛亮本人啊 也是一个对时间 进行科学管理的践行者 我们提到诸葛亮 往往会把下面这些词 和他联系在一起 什么鞠躬进锤死而后已啊 树心夜魅啊 夜以即日啊等等 其实呢 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吧 加上对人生的思考 所以诸葛亮在写给儿子的这方书信里边呢 非常语重心长的 告诫自己的孩子 说一定要避免年语时辞 一语日去的这样的这个悲剧发生 这个诸葛亮的这种告诫呀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也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我想当家长呢 往往会遇到两种孩子 一种呢是不知道珍惜时间 一种呢是不知道如何去珍惜时间 那么对于第一种孩子呢 我想给他们家长的建议呢 就是一定要自己率先炊饭的 做一个珍惜时间的这个榜样或者典范 同时呢告诉自己孩子们 时间是具有一维性流动的这种性质 它一去而不复返 那么对于不知道如何珍惜时间的这些孩子呢 我想对他们的家长说的是呢 就是要跟这些孩子一起啊 想方设法对时间进行这个精细管理 我记得前苏联有一位科学家 他曾经将自己每天的这个工作时间啊 做进一步的切分 就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呢 由我们通常人所说的按小时 计算或者按一天半天计算 他改为按15分钟一个单元计算 把每一个15分钟呢 都写明了要做什么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非常精确的 对时间的这种切割和计量和管理 这个人呢后来在科学研究方面啊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我想这个无论是古人啊还是金人 其实如果你想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 就要想方设法呢对时间进行科学的管理 那么这方书信给我们的第四点启示呢 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多不皆是的危害 所谓多不皆是呢就是不愿意和外部世界呢 多接触 那我们都知道啊 社会化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那么如果不能很好的社会化 就是说多不皆是的后果呢 往往会非常严重 我跟大家呢再讲进会帝司马中的故事 司马中呢是习近帝国的第二任皇帝 这个人呢应当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很多笑话 其中之一呢是所谓的和不食肉米 这样一个笑话 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 说有一年啊习近帝国 赤地千里闹灾荒 老百姓流离死所吃不上饭 手下人呢就把这样的情况啊 就报告给了皇帝司马中 司马中听了之后啊 非常吃惊非常不解的问手下人说 说老百姓吃不上饭何不食肉米啊 肉米就是肉粥 说那他吃不上饭为什么不喝点肉粥呢 这个我看到有很多人啊都据此呢 认为这个司马中是一个傻子 是白痴 对于这种判断啊 我不是非常认同 在我看来司马中之所以会闹这个笑话呢 是因为他多不揭示的结果 就是他跟外边的世界啊 接触的很少 因为他自幼长于深宫之中嘛 他不了解皇宫以外呢 是另外一番天地 可能在皇宫里边最差的伙食呢 我分析就是肉米 也就是肉粥 那么照此推理呢 司马中肯定想了 说那个这个皇宫以外的这些老百姓啊 不要那么挑剔了 是吧 你吃不上好的伙食 那你吃点差的伙食 吃点肉粥也不是不可以的吗 当然这是我的一种推断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核不吃肉米呢 我觉得确实让这个司马中呢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 诸葛亮他在写给自己儿子的这方书信里边呢 在最后非常语重心长的提出 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呢 多不皆是 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背首穷奴 将负合集 所以这个诸葛亮对于儿子的这种告诫呀 其实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很深刻的警示 因为我们毕竟啊 还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物理时空当中 尽管互联网已经到了所谓的互联网家的时代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虚拟的网络时空里边完成的 那么为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还是要想方设法的多和外部世界接触 那么在本讲啊 我们花了一定的篇幅呢 讲述了诸葛亮老师的家庭教育智慧 纵观诸葛亮这个他的一生啊 尤其是他的家庭教育智慧呢 我们发现他往往在教育自己儿子的时候呢 都是大处桌眼小处入手的 应当说呢 是煞费苦心的 正是这个由于这种 这个非常用心的对自己的儿子呢 进行方方面面的这个家庭教育 所以诸葛亮的这个儿子诸葛詹啊 后来呢 虽然他的才能和水平呢 赶不上诸葛亮 但是呢确实后来 在国家面临这个危机存亡的时候 他能够挺身而出 这个为了保家为国 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记得前人啊 曾经写诗凯探 或者说称赞 诸葛詹说 自毛随不服为主 忠义真堪 祭武侯 好 奔奖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